跟着我们一起看一把杰克 杰克主要看前面三刀 前面三刀 佣兵 杂技 咒术加空军 咒术是打杰克的好手 空军 杂技 万金油配佣兵 好阵容 好阵容 这阵容非常好 这阵容打杰克 杰克是不是带了个金身啊 这阵容打杰克是怎么样的 这阵容打杰克 杰克只要 两刀 空两刀无刃 我觉得就偏向于四人开门战了 前面是无刃都不能空 第一刀无刃 预判 哎呀 完了 游戏到这边 不能说结束吧 但是这刀无刃空了呢 杂技 第一轮的牵制 要多 得 多个20秒吧 这根柱子 下次把他锯了 好吧 打之前 就把这根柱子给锯了 两秒钟误刃 我估计杰克会甩 321走不走 甩不甩 不甩 不甩 一刀隔枪误刃 好的 确实 这刀甩了 杂技 以这个级别穷者的反应 应该是能躲的 杂技 一颗减速球 往前走 前面的话 有没有队友 这个时候如果空军出来 能交一枪那可太舒服了 不交这一枪的话呢 忽然好的带走 人的话我们来算一下 这边击倒是差不多修了两台半的机子 傭兵第一波救人 拉远 压脚步 绕 看傭兵 傭兵想绕后嘛 但傭兵绕的这个位置 杰克应该是能判断的到的 这样的话 傭兵被压住 看这个护臂怎么跳 这个护臂跳的一个位置不好的话 直接吃雾刃 追双倒了 一个护臂 这个雾刃位置不好 但他走位还挺好 这个位置为什么我说不好呢 你们听我狡辩 因为他这个位置跳过去以后啊 是个大空地 就杰克的巫人是很容易甩中这个佣兵的 但是他 刚好拐弯了 这边巫人CDB好 杰克这边一刀没有没打中 那好像有点难了 对于杰克来讲 这波节奏没追上的话 杰克的真圣面就很低了 优兵中场的机子 修外面的机子 那就是优兵机子修完再救一波 优兵机子修完再救一波 那他这机子有点修不掉啊 外面的队友是不太可能过来的 外面队友是不太可能过来的 这里是什么呢 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的情况是优兵 救下人来以后帮忙扛刀 双倒都可以 因为优兵自带薄命 对吧 他顶着这个薄命都能把这个机子修完 要扛一刀 雾刃躲掉 漂亮 躲了三个雾刃大哥 救下来以后扛一刀 扛一刀 机会就出来了 扛一刀 哎 机会就出来了 杂机这边有球 四人开门站的面大了 你看这机子 杂机这边一颗跳球 几颗都要切闪 哎 球没跳 闪没切 这个解说 太菜 传送落地 找空军 空军这边都怕吃刀 亮极 一刀雾刃没甩中 等队友贴门 那其实交枪亮极 我觉得也行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贴门啊 咒术是已经贴门了 因为你不可能给杰克再拖出一个传送来的嘛 傭兵这边过来意义不大 一刀雾刃打住 呃 傭兵过来亮机子 哎呦 这把这傭兵是真给力啊 被迫抓这个 因为抓空军你要吃枪的 一刀雾刃甩中傭兵 傭兵手里还有个护臂 咒术是那边的门是肯定管不住了 这里看傭兵一个护臂跳 但是跳的方向 带到了空军这边 十秒钟 躲枪 躲 没躲掉 没躲掉的话 两个人上二楼 两个人上二楼 三十六秒的传送 九十秒的挽留 怎么地留一个没什么问题 留两个也有机会吧 只能说 这边 哎 跳下去 这刀雾刃没中啊 空军比较 比较急 跳下去了 这优兵比较谨慎 这把说实话 这优兵打得真不错 雾刃好了 往下那么一跳 哎 漂亮 一个斜角雾刃 帅气 挂上空军 咒术是这边 出不出来呢 哎 这不咒术是那个心痞吗 这个心痞还真蛮好看的 可惜太贵了 没钱 再出来打 你别说 这咒术是真能来打 想打能打的 又有什么的 挽留快结束了 这些人都没上过挂的 传送赶走咒术啊 然后回头找佣兵 佣兵这边交自己 也走不了 这个传送交的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者 李宗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